大陸福建有一間位在二樓的幼稚園失火了 近一百名幼童一度受困 救援過程當中有人爬上樓把小孩一個往下拋 而地面的民眾是用塑膠布或床單拉成臨時的氣墊 不過這整個畫面非常的驚險 大火中消防員抱著小朋友 下一秒居然直接將小朋友從二樓拋下去 在樓下的民眾 馬上以膠布或床單接著墜下的小孩 大陸福建明德市一所幼稚園16號中午發生大火 近一百名幼童一度受困 消防人員為求搶救時間 才直接將小朋友丟下樓 現場顯像還身 多名被救出的小朋友身體被燻黑 有的甚至口吐白沫 不過送醫後沒有大礙 但搶救時這樣拋接幼童 讓大陸網友質疑 可能會對幼童造成心理陰影 且要是沒接著恐怕更加危險 國際中心劉佳軒編譯